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来换下一张 这个是有烤漆跟没有烤漆 就差了一个颜色 再下一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给它放大一下 放大这个冷气孔 把冷气孔 这个冷气孔呢 你烤漆完 你至少内部也整理 冷气孔全部都不见了 拿出民众提供的照片 公车漏水老旧 市议员吕美玲质疑 政府花了800万元 替公车换上新装 但内部的现象 确实如此 2013年的出厂的车子 拿来当新车 展现给老百姓 告诉老百姓说 我们有新车 我们有新的旅行 结果呢 我们里面是这副德行 经常老百姓觉得 是不是单一的车辆 这样 我想大概没有新车吧 我们2022年有买新车吗 我们这个所有考期的车子 有新车吗 应该都是没有吧 为什么要骗这么大呢 你真的把基隆市民当三等公民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怎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政府 你们的团队 怎么会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市长刘昌在达巡时强调 外观涂上新装是新的形象 这几年中央没有补助的情况下 市府持续的支筹经费 并态换老旧的公车 公车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涂装 那是公车的新的形象 这是第一点 那并不是说用新的形象来说 这个是新的公车 市政府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讲过 那第二点 我们基隆市的公车呢 总计是155部 那在我的任内呢 我们泰换了大概是67部 我们泰换的比例是43% 也就是差不多接近快要一半 那这几年来 我们所编列的公车泰换的一个金额 已经高达1.3亿 我想这也是过去没有的 而且在108年到110年 这三年之间 中央是没有补助的 但是市政府我们还是持续的 用自我的 自主的一个裁员 自筹来做处理 第二个 有关于你提到的 这个公车的内装 包括你提到的冷气孔 换心要洗干净 还有天窗等等 这些问题 非常谢谢你 给我们提醒 那在市政府市长这边 还严格严厉的要求 所有的公车要这个使出他们的休息站 那后来服务市民的时候 必须把整个车里车外全部清洁干净 而且绝对不容许 有你讲的 所谓的漏水 或者是 这个旁边 有这些边边角角 没有把它修整完毕的 这些情势发生 所以我们也要求各站的站长 必须要负起责任 那市政府这边 而且是我要求 由我们的参议秘书来进行 不定期的编组的督导 我想这一部分 都是我们要维持 这个公车的一个品质 那非常谢谢你提到的 这一个 这部车辆 2013年出厂的 那我们的确还有一些老车 要进行态换 那今年的部分 111年 我们也已经争取到 中央有6部新的公车 的一个经费 李游昌强调 会继续要求公车处 维持公车品质 不容许漏水情形再发生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道